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体的热恋 有它的极限 然后就要降温 适当拉开距离 重新成为两个独立的人 重新成为两个独立的人 携起手来走人生的路 然而人们往往误解了这个信号 反而以为结了婚更是一体了 结果纠纷不断 人真是什么都能习惯 甚至能习惯和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生活一辈子 习惯真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甚至能使夫妇两人的面容也渐渐变得相似 正像恋爱能激发灵感一样 婚姻会磨损材质 家庭幸福是一种动物式的满足状态 要求两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既融洽相处 又保持独特 未免太苛求了 在《婚姻》这部《人间乐曲》中 小争吵乃是必有的音符 倘若没有 我们就要赞叹她是天上的仙曲了 或者就要怀疑她是否已经临近曲中人三了 在多数情况下 婚姻生活是恩爱和争吵的交替 因比例不同而分为幸福与不幸 恩爱将孤独催眠 争吵又将孤独结婚 两者之间的间歇何其短暂 孤独来不及苏醒 婚姻的后果之一是失去孤独的心境 至于是幸还是不幸 全看你内心是否有孤独的需要 婚姻有一个最大的弊病 就是对独处造成威胁 对于一个真爱心灵生活的人来说 独处无疑是一种神圣的需要 不过如果双方都能够领会此种需要 并且做出适当的安排 我相信是可以把婚姻对独处的威胁 降低到最小限度的 婚姻中的一个原则 不要企图改变对方 两口子争吵多半是因为性格的差异 比如你性子急 我性子慢 你细心 我粗心 诸如此类 吵多了便会有怨恨 责备对方总也改不了 可是人的性格是难变的 只能互相适应 民间的智慧称作磨合 仔细分析 比起性格差异来 要对方改变的企图 是争吵的更重要原因 比如承认差异 在此基础上 各方调整自己的态度 许多争吵都可以平息 在夫妻吵架中没有胜利者 结局不是握手言和 就是两败俱伤 把自己当作人质 通过折磨自己 使对方屈服 是夫妇之间争吵 经常使用的喜剧手段 一旦这手段失灵 悲剧就要拉开帷幕了 看来要使丈夫品行端正 必须加有汉妻才行 那只会使丈夫 在别的坏品行之外 再加上一个坏品行 撒谎 我们俩人都变傻了 这是我们婚姻美满的 可靠标志 今晚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人无完人 所以也没有完美的婚姻 因此婚姻中没有天堂 那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 其实幸福的婚姻 无需天堂 只需活在人间 幸福终老即可 那我是应游 那如果您想听到 我的更多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 我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聚听 相聚的聚 听见的听 就可以搜索到我 那今晚就是这样了 祝您好梦 晚安 下午三点半 阳光才照进房间 抽一支烟 吃顿早餐 垃圾还没扔 躺在床上不想动 还没开始 就结束了一天 偶然间发现 吃掉了所有感觉 也许成长只是个谎言 走出很远 才发现绕了一个圈 一顶月很较 时如似风 问卷和孤独 凌晨三点半 睡意卷悟的夜晚 舍不得点燃 最后一只眼 不愿想起的事 扑住在脑海中暗悬 离开的人 再没有归来的一天 我谢谢你 卖上耍的味道 太后一只眼 对了